这儿疼吗 不疼 这儿呢 这儿呢 你抖什么 医生 我休了吗 呼吸 一直憋着气 当然会乱了 疼吗 就这儿 上礼拜开始 是不是会疼一下 成丁丁啊 成丁丁 人家可是专业的 胡思乱想什么 初步诊断为纤维瘤 大概二乘二厘米 这个大小建议用 传统的手术方式治疗 等一下你去做个B超 做最终切除的依据 然后周五过来手术 一定要手术吗 有没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 手术治疗为最标准的治疗方案 或者可以等三周之后 等你的纤维瘤再大一点 再过来手术 那还是这周吧 一定要周五吗 我可能没时间 我只有周五有时间 拿到结果过来找我 谢谢大夫 那个大夫 我想问一下 这个手术除了你 还有别的医生可以做吗 我给你做这个手术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你就是宁大夫那儿新来的实习生啊 对啊 我们教授可是咱们医院历史上 最年轻的教授 才二十八岁就被破壳禁声 那他平时也这么高冷吗 高冷派着吗 有言才是正义 现在连当医生都要堪恋了吧 就是这个位置 不过刚才那个大夫 竟然还是个教授 好了 姑娘 月经前胸部胀痛 月经后缓解 这是正常现象 以后可以在家自查 只要没有肿块 就不用太担心 定期到医院做体检就好了 可我就是害怕 宁大夫 我能不能接一下你的微信 下次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先咨询一下您 不行 天阳 下一个 来 我送你出去 淼淼 去跟分诊的护士说 以后十八岁以下的病人 最好都分给书医人 好 教授 你也会害羞啊 是麻烦 对了 刚才小王来电话说 要排手术室 咱们周五这台手术室几点啊 行天 宁教授 这台手术最多就半个小时啊 那我一会儿跟病人联系一下 不用 我自己去 要不还是算了吧 有点太正式了 万一不是求婚呢 那他万一是真求婚呢 你穿这么朴素怎么行 那可是你被求婚的大日子 当然要穿得死泪全场了 告诉那些觊觎沉寻的小丫头 他呀 可是有煮的干粮 碰不得 怎么好话到你嘴里就怪怪的呢 要不就这件吧 我觉得他挺合身的 你觉得呢 你干嘛 我是参加酒会 又不是婚礼 他这不是要求婚了吗 接着不就提上日程了吗 赶紧试试去 赵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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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不出来我进去了 别别别 我这就出来 你这太美了吧 我有点舍不得把你嫁给陈旋了 那要不我不嫁了 得 我看行啊 要不咱们再留意留意 最低标准 是不能找一个忘了女朋友的生日 在公司加班 然后用三明治当当高补偿的男人 你还记着呢 陈旋那时候不是忙吗 那你这次手术 陈旋怎么说 我还没跟他说呢 他不是出这差吗 我不想给他添麻烦 朕丁丁 陈旋把你怎么了 你中邪了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不过呢 这次陈旋知道主动求婚 也算是有心了 咱们就今晚不就了 你干嘛去啊 这条裙子 跟你这件婚纱 全要了 你疯了吧 这么贵 试试就行了 干嘛要买 我爸才给的卡 我正好拿它开开光 再说了 我发小结婚 我花点钱怎么了 拿着吧 陈旋 你是否愿意取证丁丁为妻 无论富贵贵贵穷 顺境逆境 不离不弃 直到永远吗 我愿意 郑丁丁 你是否愿意嫁给陈旋 不离不弃 直到永远吗 我愿意 现在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宁大夫 怎么是你 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那个 能还给我吗 来 你要结婚了 不不不 我就是试试 喂 爸 丁丁啊 想爸爸了没 想了 恨不得你们马上立刻就回来 快了快了 丁丁啊 爸爸找人问过了 你这就是个小手术 分分钟就能搞定的事儿 你妈妈还想去北海道泡泡温泉 我们就不先回来陪你了啊 你要加油 爸爸相信你 老郑同志 你能不能把对老婆的阿芬给你女儿一点 你不还有陈旋吗 叫她陪你啊 丁丁啊 你你你这穿的 哎 小卷 你看女儿穿的什么 怎么那怎么啦 你看看女儿穿的什么 你快看 你看看穿的什么 是陈旋吗 是陈旋要娶你吗 没有 她 太好了 我女儿又要结婚了 是的 这太好了 她大概可能要跟我求婚了 什么时候 其实也还没确定 我们也是猜的 那还用猜什么 那一定是 对啊 要我说她本来早该求了 还从到现在妈妈都已经不开心了 对啊 什么 你别激动啊 关机关机不说了啊 我们不要再说 我说我我说两句你别打 谢谢 看来你真的是要结婚了 应该是的 那恭喜你 谢谢 宁大夫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取衣服 对了 手术的时间已经定好了 周五下午三点 已经定了吗 嗯 昨天我打电话给你 想约时间 你没有接 电话 是你打的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临时有事 忙得焦头烂额的 碧桥也没来得及去 面试你自己的 跟我没关系 你不是说 就是个纤维瘤吗 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 是我按照我们家主子的样子做的 它叫虾球 怎么 你喜欢啊 是 我没事的时候 喜欢做一些宠物玩具 这里面塞了猫薄荷 猫冰魂很喜欢 就是你 我有猫 是吗 那太好了 这个送给你 拿回去给你们家主子玩 那谢谢啊 咱们周五见 好好好 周五下午三点 我一定准时的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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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